像我们一样,整个人去不同地方旅行的人 总会遇上不同类型的旅馆 虽然你觉得住一个旅馆舒适的话 你会继续住下去 但你也总不免想找一些新旅馆发掘一下 对不对?我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景欧游 整天都会去不同类型的旅馆、酒店、盆馆 什么都好 总之介绍给你,一定是好东西的 今次介绍多少呢? 现在先介绍两间吧 今次介绍一间很近市中心 很近台北车站的酒店给大家试试 这间旅馆只能看到前桌子 你知道它是玩型格的 就算连check-in都可以自助式登记 不滑的人都不行 当然check-in的当然不是我 那我走去四围八下 让我看到有这个无障碍厕所 不过无障碍厕所也没什么特别 无障碍厕房呢?我真的上去看看 你们住是很开心的 这一层不用上上桌楼 怎样为无障碍厕所、无障碍厕房呢? 首先它的无障碍厕所 另外我想是因为不需要搭楼的关系 所以进来很方便 有部份东西 因为全部都是无障碍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看到这些牌就是了 这间箱子 其实我觉得这间箱子很贴心 其实一眼都看见了 但又麻将是小梦座居存 三脚插口直接插 这个也是 其实非常适合你的商务人士 这个呢 就是一个 开出来给你放行李的 虽然没什么用 但都尽管开出去给大家看看 放地下 其实是放地下的 不好意思 就算不是放行李 用来坐都可以的 我没有这么想把房子细小 电视也挺大 好 还有呢 其实很够的位置给你挂东西 假设你真的有很多衣服 不知道有很多衣服 都很足够的地方 可以挂好东西 厕所 厕所 厕所有齐的东西都好了 但最重要呢 不要弄它小小的 有点光 今天先走一下 今天是 这些 整体有很多无障碍的设施 都挺好的 其实这一道呢 是超级这个 桃园机场接运 和北门车站 北门站就走几步路 桃园机场接运 根本就是对面马路 所以 如果大家是 由桃园机场来台北 找地方住 这里其实挺适合的 比在台北车站 这个价钱 租到这么方便的饭店 我比较高分的 特别是它近这个 机场接运站 走路也比较方便 还有近凌细夜市 走过去十多分钟左右 以我脚程度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 这里不妨可以 来住客 拜拜 不要拜拜住 再说一次 酒店地址 给观众听 因为你搞错 去城市相对 因为那三个车站实在太近了 台北站 台北接运的高铁站 和北门站 这三个地方 其实很近的 所以要去城市相对 都要选择出口的 玩口未完 我立即跳去第二个饭店 这个位于 大安森林公园站的 台北荔都酒店 是我特意选择来去的 因为大安区 其实我一直都未住过 所以都想试一下 感觉是怎样的 文说都挺好住的 而这个荔都饭店 都已经是非常非常久的历史了 分分钟你的上一辈 曾经来住过这个饭店 今次选择这个饭店 放在这条片里的原因 无非都是因为 又是给两种风格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那个城市相对 非常之型格 这个荔都酒店 看看有什么玩 这个荔都酒店 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位于一些民居中间 通常你去饭店的酒店 都是零零四尺有一栋 很少去和民居 黏得这么近的 你说香港有很多 没想到台湾会有这么多 例如也是这种做法 本据话说 也有一个便利的地方 就是它来大安森林公园站 真的非常之近 我想五分钟都不用 就走到过去 不过这里 依然麻雀虽小 五藏俱全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房间 有什么好东西 哇 这房间是链丝的布桶 哇 哇 特别漂亮 这间 哎 不要开了 有多害怕 因为这一幅 其实是日本名画 很多人都会用 你看那些日本店 什么富士 泰国的富士 都是用这个样子 哇 哇 这个是型格版 其实是型格版 对 是型格版 两间房间不同 这是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 三个人 这是一个人 那这是一个人 没有错过去 一届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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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归心切诫 这个人 但是又没有 这些人 这费 Rouk 这些东西就没有 封迷画了 你去一个地方旅行 你不可能会 全住他地方 所有的饭店 酒店了 就是你在香港也不会 所以我经常都有一个 隔宽的 去旅行都会尝试住多些不同的酒店 让自己感受一下,多些体验 如果你是个KOL,可以去不同的地方打卡,你有东西拍了 就算你只是一个无无聊聊去看东西的观光客 有时找多些酒店饭店,都有些新的体会 你见过我们上次住酒店多开心,你就知道吧? 这次真的拜拜了!